今早的AT股股推介是中交100 揀選原因是內地加強深化建設中國特色現代資本市場 並提及具有中國特色的股值體系 在香港上市擁有央企級別的板塊 可以留意基建相關股份 其中中交100股值處於行業歷史低位水平 亦是較行指為低 而且息率持續上升 加上基建投資保持較快增長 股值具有上升的空間 中交去年新簽合同額15,423億元人民幣 按年有21.6%增長 在三大中資基建股中增速最高 公司過去五年新簽合同的複合增長率達到11.4% 彭博綜合預測中交2023年市盈率2.6倍 盈利增長9.3% 市盈增長率不足0.3% 中交過去10年平均市盈率4.7倍 如果按此水平計算 今年PEG是0.5% 對應股價可以達到6.6% 走勢上 中交自去年11月突破中期下降軌後 營造三角形 昨天收4元 可以撐三角形底部大約是3.8級納 目標先看前高位4.2 跌穿3.5就要減少了 彭博預料中交今明兩年的股息率分別是7.6厘 中交金融兩年股息率分別是7.6厘 平均市盈率分別是7.6厘 平均市盈率分別是7.6厘